歡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我們有2,500名病人繼續留意 當中有235名是新增的確診病人 需要入住隔離設施的病人當中 有451人是在隔離病房 132人是在二線的隔離病房 492名的病人是在北大榆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194名的病人是在壓迫管新冠治療中心 當中一共有145名是新增的確診病人 昨天新陳報是10名的病人情況危帶 7名病人是情況嚴重 現在留意的確診病人當中 一共有56名是危帶 還有就是49名是嚴重的病人 其中20名的危帶病人是正在生氣治療部 今天有一起的危帶的個案 他是一個2歲的小朋友是男童 他本身沒有特別的病患 他跟父母一塊居住 他本身是在8月30號的時候是打了一針的疫苗 他在9月18號開始發燒 然後在9月19號 家人為他做一個快速測試的時候 確定是陽性 他也開始有上呼吸道的病徵 包括了有咳嗽 還有一些鼻水 也有一個高燒 他的父母帶了他到我們的指定診所去看醫生 我們的同事看完了他之後呢 也覺得他的臨床情況不太穩定 於是就轉介他到他到急診室繼續求診 他進了醫院之後呢 其實情況呢都開始有變化 他有臨床的抽搐 還有就是接著進入了我們兒童的生氣治療部 他現在是需要儀器還有藥物去維持他的維生指數 他的情況呢也是非常嚴重的 最初的就是電腦的掃描呢 也看到他就是有一些腦素的不完整的情況 因此呢我們懷疑他是一個急性的壞死性的腦炎 因此呢我們給了他一些抗病毒的藥物 還有其他的治療 所以呢現在呢 我們有任何可以支援到他的方法呢 我們都會繼續用藥 同時也會跟家人保持溝通 現在呢我也想跟廣大的市民再說一遍 今年在疫情出到現在為止呢 其實已經有超過11萬 11歲以下的兒童呢是感染的新冠病毒當中 有9名的兒童呢是不幸離世 這些情況呢我們都不願意看到 在最高峰的時候呢我們錄到超過160名兒童確診住在醫院 有超過20例是嚴重和危帶的兒童 他們都需要住院 小朋友的個人意識 還有遵守防疫措施的能力相對是比較差 因此呢傳播風險呢是比較高的 所以呢接種疫苗呢 畢竟是最有效的保護他們的方法 因此呢我們呼籲家長儘快的帶子女去完成接種疫苗 因為這樣可以避免他們感染之後呢 有急性的併發症 重症 還有死亡 同時呢在康復當中呢 長期後遺症也比較 後遺症也比較少 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家長儘快帶子女去接種疫苗 加強他們抵抗新冠疫苗的能 新冠病毒的這個能力 我們新增了7例的死亡個案分別是4男3女 年齡是接乎43到92歲 離世病人當中呢有6位是沒有完成3針的疫苗接種 剛才已經說了有一個年紀相對年輕的過世的病人呢 他本身是住在院舍的 因為院舍有一個爆發 因此呢他就去了我們押博館接受一個隔離 之後呢他也是確診了 他本身呢是有一個遺傳病 這個情況呢也是他需要人照顧 同時呢也需要卧床的 他進了醫院之後呢 其實他已經慢慢的開始惡化 也發展出一個肺部的感染 就是有一個併發症 昨天就離世了 他沒有接種任何疫苗 因此呢在一些離世個案當中呢 我們都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病人呢都是沒有接種 一些新冠的疫苗 當然當中有個別不同的原因 可是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 如果大家還沒有接種疫苗 那麼我們都希望大家 可以盡快盡量把握時間 盡快的去接種 可以保護自己和保護家人 過去一天有366名的病人康復 當中包括了310 331名病人已經出院 另外有9名的病人是經過入院 入院的摔查或排查 或者是入院的檢測 檢測確診 還有15名的病人被列為 就是同房的被列為密接 還有101名的員工呢是確診 還有新增了70名的同事呢 已經返回工作的崗位 接著有一個宣布 就是青山醫院的智障精神科 男病房有一個護士 在9月16號的時候呢 經檢測確診 醫院馬上就安排所有的病人 和職員接受這個病毒的測試 發現多3名的男病人確診 現在醫院正在調查 這4名的確診者的關聯 同房的病人被列為密接 現在接受隔離檢疫 他們的情況都是穩定的 這個病房已經暫停接受 新增還有就是探訪的安排 也已經進行徹底的消毒 現在呢可以交給張醫生 謝謝 我們昨天本地的陽性個案 是5459例 包括了核酸檢測的1348例 還有快速檢測的4111例 我們另外還有135例的輸入個案 包括了核酸檢測的119例 還有快速檢測的16例 在135例的輸入個案當中 包括了66例是在機場找到的個案 另外在檢疫酒店或者是檢疫中心 找到的個案呢是有26例 在社區檢測中心找到的個案呢是 第4到第7天有43例 第8到第10天呢 今天沒有新增的個案 這135例的個案呢是來自38個地方 包括了5個地方輸入多於10例的個案 包括了英國17例 菲律賓和泰國15例 美國12例 還有就是印尼是12例 其他的33個地方呢輸入10例或者以下 剛才關醫生已經說呢 我們今天有7例的死亡個案 在第5波的死亡總數呢是9695例 在院社來說呢 今天我們 就是昨天呢 一共有6間的老人院社 還有4間的殘疾院社 呈罷了12例的陽性的個案 全部都是院友 一共有55個院友呢 需要接受檢疫 學校來說呢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一共有589間的學校呢 呈罷了1707例的個案 牽涉到878個學生 還有129位的教職員 這107例的個案呢 這107例的個案呢是來自 138個幼兒園和中心 還有就是224家小學 還有211家的中學 366家的學校呢 錄得2例以上的個案 是在過去的7天內的 我們今天呢也建議了 其實呢應該是昨天下午 還有今天早上的建議 28家的學校 一共有32班是需要停課一個星期 這裡面包括了12家的幼兒園 和幼兒中心還有6家小學 8家的中學 還有3家的測書學校 之前呢有4家學校 已經停課一個星期 他的班級呢現在 各自多了一班 也就是說呢有4家的學校呢 之前是停了一班的學校呢 現在呢 是有另外一個班級需要停課 包括了 兩個幼兒園和幼兒中心 還有一家小學 還有一間中學 在變異病毒株來說呢 在19號的樣本來說呢 L452O呢 就比例已經在上升到86.2% 社區的比例是 BA1.5的百分比是 49.6% 就是接近80% BA2.2是 11.5 BA1.46.6 BA2.1.1 12.3% 提問時間請大家舉手 然後給你話筒 請先介紹自己的傳媒機構 右手邊 第一行的女士 你好 兩位 我是明白 我想問一下 兩歲未代的男童 男孩他抽筋的情況是怎麼樣 進院的核酸是什麼樣呢 4T值是什麼樣呢 感染源頭 評估危帶的原因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死亡病例 43歲的死者是男還是女呢 有沒有院士爆發的資料呢 知道今天多少醫護人員因為感染不能上班 你們有沒有因為病例的增加造成壓力 會不會放鬆這方面的檢疫的安排 如果檢疫陰性帶高成效的因素都是可以減低感染的 有多少你們的比例是服務受影響 最後是問衛生署 那個衛生防護中心 現在已經進入了另一波的疫情 現在主流是BA.5是可以稱為第六波 有醫生認為是第五波已經過了平台期 你們怎麼評估呢 讓我先回答 現在還是第五波的反彈 現實暫時的情況 疫情有回落的跡象 我們希望他們繼續下降 關於兩歲的小朋友 他進院的時候 本身是有上呼吸道的不舒服 進院以後 精神狀態不太理想 臨床的情況 看到他抽搐的情況 需要用藥物停止抽搐 也看到他呼吸可不太暢順 所以身體治療部就收納了他 用儀器和藥物維持他的維生指數 我們看到情況是危帶的 他進院的時候 首先核酸CT值是18.1 病毒量不低 還有那個43歲的那個去世的死者是女性 他住的院士是在屯門 院士的爆發 我手上沒有詳細的資料 那個密接 密接的同事 我們今天數據是622名 過去我們也看到 無論是確診的同事 或者這一些密接 列為密接的同事 數字都是下降的 我們一直在審視整個安排 是否有空間 正如你說的 就是在工作的期間 檢測都是陰性 但是在配備上可以做到 我們沒有鬆懈 我們會檢討有關的安排 現在的服務 正如昨天說的 我們會不時注意數據 包括每天病床的容量 進院確診的數字 同事確診密接的數字 我們知道一些 非新冠病人的需要 我們也正在調整 有關的安排 何時回到第二期 第二個階段 我們有一些部署 部署 我們正在觀察 去世 一切的工作都在進行中 下一位那邊的男士 你好 我是AMG30的 疫情的數字下降 再下降 有回落的跡象 社交距離措施 有沒有機會 願景是數字下降到什麼 就可以放鬆呢 學校方面 二十八家 學校三十二班 餘下的四班 是各自分部嗎 是否有一些 學校的聚集性呢 昨天 袁國勇教授出了文章 建議 醫療機構方面 可能不需要這麼高的規格 分流 有打針 沒打針 醫管局怎麼看 有關的建議 你們修訂政策的時候 會不會按病毒株來修訂呢 兩歲的男孩 他的家人有沒有確診呢 政府月中的時候已經取消了 出境體溫篩查 在確診方面有沒有發燒 發燒是否主要的病症 病症有沒有取消炭熱的要求呢 讓我先回答 二十九家學校裡面三十二班 其實一共有三家學校 每家學校都有兩班 需要停課一個星期 是分散的 不是集中於一家學校 疫情漸漸的回落 有空間 有點空間 可以調整入境和社交距離措施 政府不斷的注意 這些數字和設施 具體的方案 他們還是在考慮中 讓我補充兩歲的小朋友 我們暫時知道 家人每天都做快篩 家人沒有確診 也沒有聽到他們有其他的病症 你說不同的意見 你提到不同的意見 我們是聽到的 在整個修正運作的流程 要有很多的配合 我們有一些內部的討論 看看怎麼可以 隨著 隨著疫情確診數字的減低 一些新冠 一些非新冠 病人的醫療需要 尤其是病人 可不可以復常的安排 服務可以如期進行 我們沒有停止討論 我們會聽取任何的意見 但是我們要看看內部的運作 如果沒有其他提問 記者會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